就是以下這張 他解釋當時拍照時, 其實是沒有這個人的 事後才發現為何無端端有一個女人站在 還有, 她的眼珠好像是黑色 我們現在輕輕看一看, 看看有沒有發現什麼 咦? 為什麼我身邊有一個人? 很難的 HELLO, 我是AP 我是KBB 最近我們出了一個新系列叫鬼影樓 主要是出到一些靈異的地方拍攝照片 看看會不會拍到一些靈異照片 我想說這條片出了一天之後 香港竟然發生了一件很大的靈異照片新聞 什麼新聞? 就說有個泰國KOL, 近日來香港旅行 接著他跟他朋友經過中環一間的酒吧門口 他就見到酒吧門口有一塊鏡 還有很多貓貓公仔, 就覺得很漂亮 就打算拍一張照片, 打卡 之後他就發現其中一張照片有些古怪 就是以下這張 他就解釋當時拍照時, 其實是沒有這個人的 事後才發現為何無端端有一個女人站在 還有他的眼珠好像是黑色那樣 但是真的很一個人 九成我都覺得是一個人 更實體過我們上次 還有那個人不像香港人 他好像那些泰國恐怖電影的海報那樣 他黏著你, 還要搭著你的肩膀 鬼影就是這樣黏著你 然後他就拍片在YouTube講這件事 引起很多港體的新聞媒體 瘋狂報導 有些人就懷疑他是自盜自演 只是宣傳在酒吧 因為他張照片其實是拍到酒吧的正門 很大的名字在上面 那酒吧有沒有回應呢 酒吧其實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看到他們的IG是瘋狂的分享 然後不斷講這件事 有一隻鬼在他們的店舖門口外面 就很開心 即是他們不斷分享故事 我真的覺得有這張照片 有很多新聞媒體報導 春出國際了 對, 沒錯 還有那個女KOL就問這間酒吧 想拿回當日的CCTV看 看看會不會可以看到 我當時拍照的時候有沒有人 那酒吧的回應呢 竟然是說沒有了這條片 沒有了這條片 即是他們門口是有CCTV的 對, 據說給大家看 就說畫面不知為什麼 藍色的沒有了這條片 但是有些人很硬利就說 左上角寫著2005年 蛤?2005年? 他告訴你沒有影片 但其實畫面根本上也不是那一天 他拿出來也知道那個寫著2005年 總之有些古怪性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覺得這個是一個宣傳 嗯 試一試駕其實就沒有人知道 我們這個系列叫鬼英樓 所以基本上一出現靈異照片 就會有我們出現的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會出發去那裡拍幾張照片 看看我們會不會拍到這個奇怪的女人 就是她是間小 黑色眼珠 紅色衫的外籍人士 其實她就是在大館旁邊 大館很猛鬼 有些人就說會不會是大館的靈體出來 我剛才是在大館過來 然後回來 哈哈哈哈 即是在大館等 我去中環吃飯 什麼都在中環吃 當然是在中環吃 為什麼不在中環等我 因為我很久一個人在這裡做什麼 在大館那裡自己靈探 哦 我以為你在尖手去吃 不是啊 我等搭櫃找你 好感動 不看一下 Anyway我們就準備出發了 看看我們可不去到 找到這個間小的女人 希望今晚可以和她一起間小 我覺得那個地理環境 都很值得探討 因為她是在酒吧門口 這樣拍對面 即是對面一定是有東西反射的 那如果我們一會去到 對面是沒有東西反射的 那其實張照片 是有人在對面拍過她的 哦不是 她真的是在這邊拍過她 然後對面的鏡 你不知道是玻璃就反射 那如果對面是沒有鏡 沒有玻璃呢 現在酒吧門口應該是鏡 或是玻璃呢 什麼啊 她是拍著酒吧的嗎 酒吧在她後面的 不是後面的大罐 酒吧在前面 是嗎 對不起 好啊 剪掉了這點 哈哈 好了我們現在出發 好了我們已經未到 未到 剛剛下船 我不知道現在怎樣拍 大家看看外面 是不是紅魚還是黑魚 好大 一會是怎樣可以站在酒吧對面 那裡是沒有東西遮住的 是啊 我們不知道怎樣拍了 我們不管我們為了尋求真相 深曬都繼續開 不是啊 現在是找不到真相 那麼大魚 靈體都會走 不要管了先走了 我雙鞋已經濕了開始 站在這裡拍片都不行 旁邊都撕進來 我們現在繼續走 是啊 那走一走呢 KBB就跟我說叫我暫停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前面有個瀑布啊 現在 什麼事啊 為什麼會這樣 中間會漏水 我都不明白啊 而且我以為中間有個空位可以過 但我發現原來不是 它真的全部都是水 你走哪個位都是水 不是啊 姐姐給我們遮掩 我展示你了 不用遮掩 不用遮掩 衝啊 你要不要不要 嘩 哈哈 還有前面 我現在的雙鞋都入了水 這是 中間的設計很棒啊 這是什麼建設啊 為什麼會這樣漏水 我也不明白啊 我們勇吵了第一關啊 嘩 真是黃魚 沒錯 一會就變紅魚了 淋著魚鵬 濕了 為了大家 那你快點叫大家訂閱我們 大家記得訂閱 AP人生 KBB APP 還有去我們的店 新港中心 買東西 還有就是 我們六月份的旅行團 歡迎報名 然後是我們的觀眾 會員可以減一千 機會難得千載難逢 真的千載難 可以這麼多人對著AP 可以跟我同房 不然要加錢 一起玩什麼 不可以加錢買我房 因為我搬到第二間酒店 哦 你們一起玩碟線 多人碟線 是啊 正 集體遊戲 我神經病 你們呀 記得去報傳 幫我監視他 很多人問你去不去 很多人問我去不去 我沒有家 所以你們記得要有這一團 爆 就可以有下一團 下一團就會有我的參與 如果這個不成團的話 我永遠都不可以參與 明白嗎 我覺得我們下一團 可以去富士急 遊樂場 玩個桂屋 為什麼這次沒有 這個想法不錯 我會幫你跟旅行社說 好啊 我會跟兩人聊很多不同的團 可能香港 台灣 馬西亞 日本 韓國 想到的都有機會 但是我現在就想不到 怎麼可以在這麼大雨下拍片 其實你知不知道 舖子的位置 我知道 我們這裡一上去就是大館 正確的門口位 就是大館側面的 好啊 別管那麼多 我們先走了 說了很多次走了 但中間就發生太多事 所以我要不停留在家 挺精彩啊 這條片 辛苦了 好啊 真的去走 那間店會不會在這邊 我看過地址 好像是前面這個位置 我們這一刻 由於太大雨了 所以不如我們先說說鬼故 因為這個靈體 好像是外國人那樣 你知道我們香港 如果靈體出現 通常都是香港人那樣 為什麼它身後的靈體 這麼像 也是泰國人那樣 可能那隻鬼 是在泰國跟著它 有人就是這樣說 會不會是 其實是它自己帶來的 只不過在鏡子 拍照的時候 就突然間呈患到出來 我知道了 它為什麼少得這麼開心 就是因為來到香港旅行 所以那個靈體就 哇 真正啊 哇 真是香港歡迎你 除了人之外 靈體在香港 也是很歡迎的 當然啊 還有第二個說法 就是說 可能那個靈體是大館出來 因為大館其實這麼多年來 以前是監獄人 裡面可能都有很多冤魂 或者有些靈體死了 但是大館應該是男子監獄來的 可能它變成人 那又不怕 泰國變成人 泰國嘛 那又說得通 比較多一點 沒錯 那都比較吹頭 對啊 總之大館就好像很多靈異的東西 大家對你的靈異有興趣 自己搜尋一下 因為今集不是大館 我們下次可以再來做集大館 但是今次我們先繼續去酒吧 只要一分鐘 只要一分鐘 希望可以走到過去的時候 就越來越西越 在那裡 是那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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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進去大館避雨 好了 我們到了 但是 它開著門 為什麼 它不是開著門 它開了門 所以沒有了玻璃 沒有了鏡 拍不到反射 不要緊 我們先在這裡拍一下 我們先進去喝杯飲料 好 休息一下 我們先進去酒吧 好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 叫了飲料 我沒想過是進來這間飲料 我打算拍完之後 就去其他地方喝 我們現在在這裡 我先試喝到 它差不多關門 然後就可以出去拍 它不時休息很早 真的馬上休息幾點 休息幾點 休息幾點 今天兩點鐘 今天兩點鐘 兩點鐘 你怎麼等到兩點鐘 它那天是三點鐘拍的 它下午未開 可能明天下午我自己來 看你那一刻 那我們今天來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它的門口是會開門 等一下我們來賣單的時候 跟它說 我們可不可以關門 我們先試一下直接問它 可以的 蝦片很好吃 鹹鹹的香 很少是這樣的味道 好像椒鹽蝦片 真的很好吃 你為什麼要開光一點 我怕在這裡開光燈的人 想要做什麼東西 走開光燈 我說是 我怕太黑了 我沒說不可以 我想說 對面桌子的女人 都很像 各個女貴 可能一會很生氣 會不會呢 我突然有很多價錢 很緊張 我看它們其實都很友善 應該沒有什麼 你很羨慕 果然見過大場面 我叫了兩杯138元的東西 可以不羨慕嗎 哈哈 真的嚇你 你的飲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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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你們是否兩點前 門都會開著 是 兩點後才關門 請開門 好 請請你們 一四三二一開 好 我們不問一下 他們有什麼回應 其實是否IG寫了所有回應 那我給你 哈哈 人家是可以跟他們討論的 我一向走低調路線 很漂亮 我還有一些銀珠珠在上面 你比我美麗 很美 他跟別人說 我們問他什麼時候 他猜我們 那就消費了三九歲 這個拍攝的成本就高 還要什麼都認不到 那為何我聽日自己來呢 插插 加油 好了 今天是第二天 我們又回來了 今天沒有什麼下雨 非常幸運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酒吧門口 終於關門了 對面是一塊鏡 我們走近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 可以見到自己的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回頭拍照 剛剛我們用手機拍照 我們現在輕輕地看看 有沒有發現什麼 咦 為什麼我身邊有一個人 咦 子余今天沒有來 為什麼會這樣 我擔心今天 我需要主義民事幫忙 所以就請了子余來 是吧 你剛才用相機拍了幾張照 是吧 拍了幾張 有沒有發現什麼 也看到你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我也想請教一下 你對這張靈異照片 有什麼感受 我已經看了 也挺恐怖 恐怖是因為 其實他很像真人一樣 人一樣 但是他恐怖的是什麼 他的眼睛是看著他的 是嗎 看見是嗎 我以為是看前 不是的 我講真的 你看他的眼睛是這樣射過去 因為沒有眼珠 看前面 難道我看錯 不知道 黑到其實看不清楚 我覺得他好像這樣 我的眼睛是這樣 怎麼了 我看看後面 沒有理由 他在這裡 很大雨 滴了 一滴水 因為我們其實看不到 也拍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再試一下其他APP 照一下 看看會不會發現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真的有人在旁邊 但那個會不會像一個人 少少 地上好像兩隻腳 也是 那兩條夾水管 別管了 我們當沒事 也是 好久都沒有見到狗角頭了 大廈的名字 有狗角頭 看到了 左邊大廈這個位 門口和上面都有 也有 難道真的有些東西 吃完飯的肚子 沒有什麼 有些東西 是嗎 很清楚 沒有什麼 也拍不到什麼東西 我一會兒會回家 認真看一次 放大一些照片 看看會不會發現到 有些什麼豬絲萬績 今天應該差不多 多謝子宇突然間出現這一部份 不過大家也要看這些照片 所以現在在結尾之前 我們也要跳一些照片給大家看看 是 中文字幕——YK 好,回來了,顯然異見,好像所有相片都沒什麼特別 不知道這位泰國KOL身邊的靈體到底是否真的他自己帶來,還是碰巧遇到大館的靈體 沒有人知道,不過靈異的東西就這麼神奇 你故意去拍,可能就沒有,碰巧在自拍,可能就有 你永遠都確實不到,而幻而真 所以大家對靈異的東西就有興趣 不過怎樣也好,其實我們在很多影片都拍過很多神奇的東西 每次都像一個奇蹟發生一樣,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 而我覺醒一件事就是,你不去拍,就一定沒有 你去拍,都還有機會 所以尤其是靈異照片,就是一張籃球 一有少少豬絲馬跡,我們一定要出去試試 今集鬼影樓就是這樣,如果大家在相片中看到有什麼豬絲馬跡,就歡迎留言 還有如果有靈異照片,就歡迎E-mail給我,或者有什麼地方可以拍到靈體 也會跟我說的 沒錯就是這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訂閱我和KBB加紫瑜 還要訪問我們的社交媒體,我們很快在Youtube再見 還有記得加入我們6月的日本靈灘談片條 Thank you, Bye Bye